火侯王 火侯一族的亡者 居住于玲珑福地的圣兽 昔日受蜀山掌门李逍遥之托 于容颜洞窟 看守女娲一族的神器 天蛇杖 数年后 族内突遭来历不明的路妖袭击 火侯一族 为守护天蛇杖几乎全灭 火侯王 亦被重伤 先兽之火侯 昔日 数年后 先兽至锦巴爷 生前是江宁府蜀族的首领 提倡和平共处 是非常杰出的领导者 皮毛是黄金色的 身上经常背着各式奇珍异宝 故去后 因放心不下众多子民 魂魄一直停留在人界 化成蜀精 传闻其为女娲后人收府 伴随其左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